我會配合你們調整我的速度 然後姐姐們如果覺得太大聲 就是我會盡量調整 好不好 除了我的長相外我都會調整 可以嗎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今天 就是委屈你們一下 然後我們就來看商品 好這個 這個 這一集叫多項方程式 23才 這個多項方程式 整個 整個主題都在圍繞著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怎麼解出答案來 解出方程式的答案來 可以嗎 好 那在解方程式的答案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複數 首先 先根號 先定義這個根號-1 我們以前說根號-1不能使用 可是為了解方程式 就是我們叫做 要叫根號-1為幾 我們叫他i 我們叫根號-1為i 可以嗎 這是一個在這個14世紀論文中的定義 那你要去注意 這個根號-1叫i 只是我們方便者來的結果 正式的i 我們定義成i的平方 等於-1 這是我們i的基本定義 某一個奇怪的數字 它的平方就是-1 那寫成根號-1為i 只是方便 所以根號-3 它其實就是根號-3 乘上根號-1 就叫做根號-3i 多一個負號 更多一個i 同樣的道理 根號的-12 就可以寫成根號-12i 可以嗎 那也可以化解成2根號才來 那根號-4 就叫做根號-4i 也就是2i 多一個負號 多一個i 那i有什麼計算特徵呢 i有一個特殊的特徵 叫做循環性 什麼叫做循環性 我們來看一下 i的一次 叫做根號-1 i的平方 等於負1 上面有介紹 i的平方 等於負1 那i的三次方是多少 i的三次方 就是i的平方 再乘以i i的平方是負1 所以算出來 叫做負i 算出來就是負i i的四次方 就是i的平方 乘上i的平方 負1 乘以負1 叫做正幾 正1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可以齁 每四個 就會變成一個1 所以說我們知道 i的五次方 就叫做 i的四次方 乘以i i的四次方 就是1 他還是i 同樣的道理 i的六次方 變成i的四次方 乘以i的平方 四次方 都是1 可以約掉 i的平方 這個負1 同樣的道理 i的七次方 就變成 i的三次方 四次方可以約掉 這個負i i的八次方 就可以把4約掉 i的四次方 還是幾 1 你會發現 每幾個一群環 每四個i會一群環 也就是i的四的倍數加1 這個四的倍數可以約掉 不看 就是i的一次 4k加2 就是i的平方 等於 負1 4k加3約掉 i的三次方 就是負i 4k約掉 就是幾 正1 可以嗎 所以我們會知道 i會有 每四個一群環的特徵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不對 來 好啦 先寫下來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好了嗎 好了 可以了嗎 好 可以的話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縮定一 來稍微的計算一下 從這個縮定一後 我們來 討論一下為什麼要有i這件事情 這個還蠻重要的 首先 我們看一下 第一小 他說 x的平方這個負 x平方的負 他要問x是多少 以前這種式子是不是不能解 對不對 可是呢 當你設計出了i以後 這個時候 這個二字式本來是無解的 也會有解的喔 怎麼解呢 很簡單 這個時候 x平方 就叫做正 負 根號 負5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有一個負號 就有一個i 就寫成正負 根號5 i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看得懂嗎 我們可以利用i來表示 這時候有什麼特徵 一個二字式 就會有幾個解 兩個解 可以嗎 二字式就有幾個解 兩個解 這個很重要 這個OK嗎 所以為什麼要設計i 就是為了方程式都要怎樣 有解 為了讓我們的方程式 都要有解 好 那接下來 第二小題是一個 呃 怎麼講呢 這個第二小題是一個 竹北高中考過的 單考考 那 這個根號負9 生意根號負6 再加上 根號負3的平方 這要怎麼算 基本上來說 你們在化解的時候 記得 有負號 就先把i寫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來 根號負9 第二小題 怎麼算呢 就叫做 根號9i 乘上 根號16i 再加上 根號3i的平方 來 這時候來看一下 根號9 就是3 根號16 再加上 是12i的平方 就是負1 等於負的12 再加幾呢 來 根號3的平方 就是3 i的平方就是負1 算出來就叫做負的15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看到有負號 就用i來去算 同樣的道理 i的45次 怎麼做呢 可以看出來 i的44次 再乘上來 對不對 那只要4的倍數 就會化成1 所以它是i 同樣的道理 i的2014 2014 除以4 4 520 42 20 43 12 12 余2 余2 代表每四四分月料 剩下i的平方 負到負1 我本來改成2016 看到2016 4的倍數 就不改了 就不改了 懂我意思嗎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可以化解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先來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先講 所以我們就先說 你要去注意 從上面看到根號的運算 就知道怎麼分析 當你有負的時候 就把i寫出來 這時候我們會發現 根號a乘根號b 會有兩種結果 一種結果叫做根號ab 一種結果叫負的根號ab 這個負的根號ab 比較特別 我們來研究一下 他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這個負的根號ab在 A小於0 而且 BA小於0的時候 這時候會出現 兩個壓縮在一起 外面會多一個 負號 兩個壓縮在一起 外面會多一個負號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舉個例子 根號 負3 乘上根號負2 看好 多一個負號 多一個i 它叫做根號6的 i乘i i的平方 會不會太快 不會太快 這個數字 i的平方 叫做 叫做多少 那個 i的平方 是多少 負幾 負1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根號6 在乘負1 叫做負的根號6 喔 這個又可以看 負的根號 負3 乘上負2 到這裡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這個OK喔 負的根號 這個負的 負的 負的 負3 負2 也就是說 當兩個數字都是負的時候 你壓縮在一起相乘 外面會多一個什麼號 負號 可以嗎 兩個如果都是負的 壓縮出來會多一個負號 這是第一個 等一下再解釋一次 你們今天看到的東西 我都會反覆的解釋喔 再來像這個根號A 除上根號B 你會發現當A大於0 B小於0的時候 兩個壓縮起來外面會多一個負號 舉個例子給你們看 這個東西蠻麻煩的 來這個比較難懂 慢慢看 根號2 除以根號負3 看好 根號2除以根號負3 這時候 根號2 多一個負號多一個I 分母叫做根號3I 這時候在數學裡面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們當分母有I的時候 會要把它 消掉 這到這裡可以嗎 到前面可以嗎 注意喔 當分母有I 我們會想要把它消掉 所以怎麼消 上下同乘與I 上下同乘與I 喔 這個時候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這個分母啊 會變成負5的根號3 上面會變成根號2I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負號擺在外面 這裡面的東西 全部 塞進 根號裡面 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注意喔 這個3分之負2是不是 一整個數字 對不對 那這個3分之負2 你會發現 他又可以寫成負的根號 這整個數字可以寫成負3分之2 這兩個是一樣的數字 對不對 所以說你會發現 如果下面是負的上面是正 壓縮在一起外面會多一個什麼號 負號來 這每個流程再看過一次 我上禮拜 禮拜四 我去看那個 奇異博士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喔 你們也可以看 我覺得 我覺得蠻不錯的 而且 男主角跟我還不一樣帥 沒有啦 男主角還蠻帥的 然後故事 故事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覺得美國隊 就是那個 那個英雄 英雄電影系列 很多的故事都寫得很矯情 你知道嗎 像美國隊長 我覺得他的故事有點差 真的 就是太 太山頸了 然後 我覺得比較好 是鋼鐵人第一集 第一集以外 其實都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其實不是好看 他整個故事 整個故事的結構 不會像那個 像那個鋼鐵人啊 後面的錦旗這樣 這種的 這種的狗血 可是你會覺得 整個故事帶你到一個 很奇怪的世界 你整個特效 非常的絢麗 而且那部片 如果你們 金額可以允許 可以去看兩種 一個是3D IMAX 你們會覺得 你們就是被轟炸過 一樣 那個視覺上 真的是很美 第二個是什麼 你知道4D X 因為我們朋友去看4D 他奇異不是你會進入一個奇幻世界 所以那個 他會把這個世界 真實世界扭曲 然後他會從空中掉落 然後漂浮的一些特效 那你去做4D的話 他就會 一直晃跑去 就是那整個感覺很不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看 4D X 也很好看 然後3D IMAX 也非常好看 我只有看3D數位版 都很厚 我還要再去看一次的 IMAX 那個美術 你會發現一部電影的美術 可以推升到一個極致 先不講他的劇情好不好看 我人生中覺得兩部片的特效是史上最好 一個叫做星際效應 可是那部片也比較沉重 然後他整個宇宙做得非常真實 我那時候 整個傻眼到哇原來宇宙 真正的宇宙應該是長得這個樣子 然後第二部片就是這個奇異博士 奇異博士我是覺得說 那個導演到底是刻了什麼藥材 才可以拍出這部電影 真的是很炫 非常炫 來 這兩個看 這個OK 我還蠻愛看電影的 你知道 當補習文老師 會有兩個現象 一個是 可以跟你出來 吳吳的朋友會很少 因為你知道 工作完之後很深夜 幸好我的朋友很多都在組課 所以還是可以出來 吃吃香夜聊天 還有打球 我們晚上還會去打盆球 那個膠大 膠大那邊的燈開到十一點半 之前有的時候我十點半 會跟他們去打球 打完球 大家在去吃宵夜 打完吃下去會變燙 可是我才不管那麼多 我一定要吃宵夜 來 看一下這個縮力二 從這個縮力二 我希望你們可以去感受到 這個題目 他 要討論的東西 好 那 這個縮力二 我要先跟你們講 我們先來看這個 A跟珠 A跟珠是錯的 這兩個是錯的 其他是對的 我們會討論 為什麼 你看 我們要看喔 這個A選項 根號負 可以寫成根號5I 根號負可以寫成根號5I 根號負7 可以寫成根號7I 這兩個壓縮在一起 會變成負的根號 35 可以嗎 看得懂嗎 是不是要多一個負號在外面 這兩個要多一個負號在外面 看這個珠選項 根號3除上根號負 會是多少 會是根號3 再除上根號5I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I在這裡 這時候 上下同層I 會是多少 會變成負的 根號5分之 根號3I 到這裡OK嗎 到這裡OK嗎 那這個時候 一樣的 這全部壓縮在一起 負的 根號負的 5分之3 I放進根號 就是負1 所以變成負的 根號負的 分之3 可以嗎 你會發現 這個下面是負的 上面是正的 壓縮完 外面會多一個什麼號 負號 其他都是對的 其他都是對的 我把B跟C拿來去理解好了 來 例如說B 根號5I 乘上根號6 等於根號30I I推進去就叫做根號負30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像這個 C選項也一樣啊 上面變成根號2I 下面變成根號負3 根號負3 根號負3 這時候I跟I可以約掉 I跟I約掉 就叫做根號的三分之二 所以這些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像1選項也很簡單 自己做 可以嗎 所以說答案是 B C跟 E是敘述正確的 這樣 可以嗎 最近快萬聖節對不對 我每年萬聖節都會買一些奇怪的東西 像我之前有買一個馬克投 我今年本來想去買一個川普面具的袋 當他川普的面具很呆 對啊 然後就是我在找一個我朋友演齊拉蕊 然後我們在路上亂跑 可是我後來發現 當他川普的面具居然 都賣光了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這麼無聊 我還以為只有我這麼無聊 這OK吼 這OK吼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說例賽 通常看到根號加緊根號的運算 你要小心 正負 為什麼小心正負 因為如果這兩個都是負的 來看這邊 這兩個如果都是負的 乘在一起會做一個什麼號 負號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先分析一下題目 看到根號乘以根號就要小心 這時候我們知道 A B 等於16 A加 B 叫做負 相乘等於16 要不是正正 就是什麼 負負 可是加起來 負負 只有一個可能 這兩個都是什麼樣 負 喔 所以你從這邊就可以推論到 這兩個都是什麼 負負 我們的所求 經過展開來 叫做根號A的平方 加上根號B的平方 再加上兩倍的根號A 變成根號B 這個時候運算的時候 第一個 平方跟根號拖料 前面就是A加B 這個後面是多少 你就要小心 當這兩個值 都是負的時候 如果 如果A小0 B小0 不要忘記了 兩個根號在壓縮成一個的時候 外面要多一個什麼號 負號才行 可以嗎 所以這裡面要用減 可以嗎 喔 所以就會變成多少 負 10 再減掉 2 根號 16 算出來 負的18 負的18才對 你平方完是負的 會不會怕 會不會覺得奇怪 不要覺得奇怪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這裡面是不是有I啊 兩個都是負的是不是都有I 所以平方出來是一個負數 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裡面有I 所以這是沒問題的 知道嗎 好 來一頁先講到這邊 把它寫一寫 有問題就直接問我 好 幹 真的很多人很奇怪 你知道現在提案女生也要當兵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個那個就是現在現在行政有一個就是說公民可以提案 然後提完案以後要要負責你知道嗎 要做負責 你們覺得女生有沒有當兵 女生要不要當兵 你要不要當兵 不是 你覺得女生要不要當兵 我不是說你要不要當兵 對不起我講錯了 雖然我是故意的 但是 你覺得女生要不要當兵 你覺得女生要當兵 為什麼 蛤 女生不用當兵 你想要逃避兵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基本上來說 男生如果要受戰鬥訓練 我覺得我有一個程度女生可以受一些護理訓練 但是不用去當兵 你懂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就好了 其實其實我真的覺得女生沒有當兵 很奇怪的 女生當兵真的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只有共產國家他們才會有這種不騎兜車 兩性平等 超怪的 這個OK嗎 這個可以 好 來那我們來看第二頁 可以 人人人 你還 你還好 你還活著嗎 不用睡著 這前面OK吧 是OK嗎 不要過了 OK嗎 這前面OK 有點想睡 你想睡一下 然後我昨天 上課團 最早就別 總共不是在大學科 然後我就沾背 看那個男生睡早六節 我睡早六節 這次可以改變 那一次就這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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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不是會拿那個碼頭 我之前在那個萬聖節的時候 都會帶那個碼頭出去巡邸 今年的話我應該不會 我送你一個禮物好了 我有一個神秘小禮物要送 你來看一下 好啦這個 你們學校就開了嗎 教過付出了嗎 還沒有 那等一下 下一下準時一點 我沒到我 沒到我 好 來 這個 等一下不用到 不過我先跟你講一下 為了解方程式 我們設計出一個東西 就叫做i 這個i其實就是根號負1 我們定義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i等於根號負1 這個i的平方式叫做多少負1 可以嗎 為了使得方程式都有解 我們去定義了這個東西 可以嗎 就運算i的平方就叫負1 OK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介紹第二種數字 因為我們現在世界上有實數對不對 實數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數字要實數嘛 接下來我們定義了一種不在這個世界上的數字要虛數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像這種 a加bi的叫做負數 負數 複合的數字 這英文叫什麼 complex number complex complex是什麼意思 複合的意思 複雜的意思 complex number 這叫做負數 那這個時候呢 a就是這個實處的部分 叫做實負 這個b呢 就叫做虛負 注意喔 b這裡沒有i喔 也就是說來 如果一個數字叫做1加 根號3i 這個時候 他的實負 就叫做1 實負叫做1 這個虛負 就是前面這個根號3 不寫i 懂我意思嗎 不寫i 可不可以 虛負就叫做根號3 那這個數字有實數有虛數 合起來就叫負數 可不可以 其實 任何的數字 任何的數字都可以叫負數 例如說2 請問你2是不是一個負數 是 因為這個2 可以寫成2加幾個i 0個i 我們把這種數字叫負數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只是這時候他的虛數的部分是0 聽得懂喔 這個叫做負數 那這個3i 它也是一個負數 他叫做純虛數 這也是一個負數 可以嗎 這些都是負數 好 那第一點 如果abc 珠都是實數 abc珠都是實數 這個前提很重要 z1 第一個負數叫做a加bi z2 叫做c加i 如果這兩個數字要一樣 這時候 10步要等於10步 虛步要等於什麼 虛步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第二個 我們來 介紹一個符號 叫做貢2 這個負數 這個負數其實很簡單 原來叫做a加bi 這個負數以後就叫做 a減bi conjugate 負數它是用的叫conjugate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 講一下 共2有什麼運算的性質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負數的運算性質 這樣會比較清楚 來 再往下翻 來 舉個例子 先舉一些簡單的 負數運算的例子 再討論共2 先學一下加減乘出 像第一個 你看喔 負6加2i 減掉3加10i 這時候 時數跟時數一國去算 虛數跟虛數一國去算 就變成了負9 2減4 叫做減幾i 減2i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應該蠻簡單的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裡算的時候 就像一般的生法公司 把它展開一樣 可以嗎 變成10 加8i 再減15i 負正的負 減12i的平方 i的平方是幾 負幾 i的平方叫做負1 負負的正 所以這時候這個數字 所以這時候這個數字 變成了22 減掉 7个i是这样子来的 第三题我们不要求自己的购乏复数 我们先直接来算z这个数字楼上 看好第三题 这个第三题要介绍的是除法的运算 首先你要去算z 我们在运算上是会把这两项拿来对掉 对吧 这两项对掉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z呢 其实就叫做8加15i 再除上1加4i 可以吗 8加15i除以1加4i 看好 我们分母有i喜欢不喜欢 那这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为了把i削掉 上下同乘以1减4i 为什么这样可以消掉 因为我们知道神法公式 a加b乘以a减0 叫做a平方减掉b的平方 分母就可以消掉 所以这个东西续续往下运算 它就会变成1减掉4i的平方 i的平方就是负1负负得正 1加16分母就变成了17 那这上面展开来是多少勒 你会发现这里会变成8减掉32i 加15再加上60 上面经过计算 对不起解错了 分母这个1减掉4i的平方 上面叫做8减掉32i 加15个i 再加60 分母算出来就是17 而这个分子叫做68减掉17个i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计算的时候 老师会喜欢把10部跟虚部分开来写 所以10部叫做17分之68 角度4 减掉17分之17i 算出来就叫做4减i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答案 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答案 4减i 这样 4减i 是今天还是昨天 昨天 昨天啊 那你们来去吃什么 没有 没有 那你生日要拿到什么东西 没有 看我发现你真的是很色耶 那个为什么你的FV都是女生住女生的 男生住女生的快乐就只有你哥 你好啊 都是图片 都是图片 男生都是就是直接都我想亲坏的 真的哦 一坏 好好好都太可难了 感情 我没有亲度 真的 不是啊 我生日都没有女生 女生都没有女生 你说我生日吗 没有 其实也还好啊 对啊 较强的蜘蛛女生 对啊 长这样的女生我才一样 你要来开玩笑 我也会跳的好吗 你要来 没有啦 我觉得就还好 像我 我这个年纪就已经比得少多生日了 来 同学 有了 有了 什么问题 妹妹 你可以问吗 你说 我怎么问 这个定义 A-B 过二就是虚不便好 把I的地方变好 这个就是定义 我们定义全比就少 这个OVER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小子 那好 Z1加减Z2 这是共二的两个性质 首先 Z1加或减Z2 会等于Z1 共二 再加减Z2共二 这叫做先运算再共二 会等于先共二再运算 看好 例如说 1加2I 加上5-I 算完再共二 会变成多少 所以会变成6 加I 再共二 结果应该是6怎么样 共二再强调一次 什么叫共二 就是把虚质变好 就是把虚质变好 变成6-I 可以吗 那你看哦 如果我们先共二 再相加 这时候会变成多少 会变成 1-2I 加上5-I 你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一样是6-I 哇 什么东西 一样也合不了 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可以吗 哦 那这个时候代表说 我们利用例子给你们看 先运算再共二 等于先共二 再运算 这第二个性质 等一下再证明 这两个等一下在最后一段的证明 会有道 所以这很重要 第二个是说 先相乘再共二 等于先共二再相乘 那乘 除就是乘的倒数 所以先除再共二 也会等于先共二再除 一样的 次方再共二 等于共二再次方 因为共二就是 这个次方就乘了很多次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举例第一个就好 例如说 1加2I 可以吗 再乘上 5-I 共二 这时候会是多少 来 先乘完再说 变成什么 共二呢 5-2 便加2 就是7 10个-1个 加9I 同学会不会太快 这只是直接把它算出来 5嘛 对不对 负二 负负负负责 加2 7加9I 好 共二完全叫做 7-9I 那先共二 再相乘呢 就变成 1-2I 再乘上 5加I 看好了 一样 是不是7 5 负负责 加2 乘7 接下来 减10个I 加1个I 一样是减9个I 你会发现这两个的结果是怎么样 一样的 所以说 先共二 再算 等于先算再共二 好 把上面的这两个填起来 用硕力填进去 好 好 我觉得在高中学东西最重要的是习惯 习惯 还有健康 我觉得健康的身体 可以帮助我们在资助上去 要赚助 同学我们刚刚第三题 这边有划掉 有跟着划掉 我们是求的是自己 不是自己的风和付出 所以算才是4前来 记得吗 可以齁 自己的 求自己就好了 以后这种风和付出 好了 这可以吗 它也可以齁 那我问你们齁 既然知道共二在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说例 第1个到第1个 这个2加3 3i就是什么 共二就是2-3i 把虚部变奥 3i就变成-3i 再-3i 再-3i就变成正i 来 缺理3共二还是几 3 为什么3共二还是3 这样解释 3加0i 共二以后变成3-0i 哇 虚部都是0 是不是还是3 可以吗 所以不要忘记了齁 如果它只有一个十数 如果它只有一个十数 跟我以后还是什么 还是正起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 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超级重要 打星星号 负数不能比大小 正好心心对在那边 这个负数不能比大小 我解释给你们听就好 我问你 什么数字可以比大小 当一个数字 可以分正还是负的时候 才能比大小 那请问你 把负1开根号是正还是负 负的一半 感觉起来 好像并不能完全说它是负 也不能说完全它是正 对不对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把负号比大小 会造成什么样的矛盾 看好 如果i大于0 这时候 请你 照理来说 i的平方 是不是也要大于0 但是 i的平方 等于负1 是不是小而已 可以吗 如果一个正数 照理来说 平方是正数 对不对 可惜我平方变成负数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它错啦 它错啦 这时候如果是一个负数 来 请问你 负1的平方是几 负1的平方是正1 照理来说 它的平方数 是不是也要大于0 对不对 但是 你会发现 i的平方 等于负1 就是也小于0 所以我们说 这个i不是正也不是负的 那可不可以比大小 不行 也就是说 只要你这个数字里面 有i 出现 就不能比大小 可以吗 懂 你们可以抄在旁边 我们把下面说第六讲完 就给你们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 我们这边有六段 一节课会讲两段 把这一本呢 就是基础 重要的观念都讲完 那重要的观念讲完以后呢 下一次 我们来讨论一些比较深的问题 讨论完 我看我们下一次可不可以 有个运气 就是可以进到24 或者是帮你们稍微的做一些基本考试 下列各个选项哪一些是有意义的 A选项 i 小于0 不行 为什么 因为i就可以比大小 不可以比大小 第二个数字 来 所以你b加i小于2加i 是对的来错 这也是错的 你要注意 这时候b加i 要视为一整个负数 2加i是一整个负数 可不可以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 1加i跟2加i都是负数 负数跟负数可不可以比大小 不可以 听得懂吗 你要在这里这样子写代表这两个都是两个负数 ok吗 好 那c选项可以比大小 结果c选项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里写i的什么方 i的什么方 平方 为什么写i的平方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i的平方 就叫做负1 同样的道理 诸也可以算 因为负1小于1嘛 那只要知道道理 1也可以 因为这个1 当我们有i的时候 这个1就叫做 2i 加3i 你要小心 如果可以化解 这个东西就可以用 可以吗 所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很困惑 请问你 它叫不叫做多项式函数 它叫不叫做多项式函数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多项式函数 我们定义说 x不能有绝对值 对不对 可以吗 可是我问你 它叫不叫多项式函数 这个不是多项式函数 但是注意 这一项算不算多项式函数 算 为什么 因为任何数的平方是正的 也就是说这个x平方 经过计算以后 可以写成夸号x的平方 没有关系 这个算是多项式函数 懂我意思吗 这些细微的观念 你们要注意 这个数学要学好 我觉得不是很难 就是把每一个环节的细微观念 都把它怎么样 好好地想过一遍 然后再注意计算就可以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想要睡觉的就睡一下 然后就出去买定量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好 那你很懂 对 离开 旁绌还好 一定你还好 对 应该好 对 是的 这是 这是 你的